全体海航同仁 朋友们 201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也是海航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一年 迈向2018年 海航历经了25载寒来熟去 25岁 海航从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屿 飞向世界 在自由女神边燃起梦想的火炬 在凯旋门前展现东方文化的自信 25载积水成潭 40万与海航人众志成城 25载积善成德 我们向荣耀诸风稳步攀升 踏浪前行 荣攀边峰 这是荣耀万丈的一年 面对境内外 搓踪复杂的局面 海航巧诫世界 经济复苏的东风 逆流而上 天际翱翔 2017年 海航荣登世界500强 第170位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第4位 2017年 海航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传播工程 参与商务部中国制造品牌计划 2017年 我们发布海航的神秘密码 以世界共享海航管理财富 2017年 我们广泛参与九寨沟地震 缅甸疫情等 国际国内抗震救灾援助 充分彰显了世界500强企业的 家伙情怀和社会担当 海航 这两个字 饱含菩提智慧 海航不仅创造了商业传奇 更是圆融东西文化 引领新商业文明的践行者 海航是太阳的使者 扫除驿杖 将光明送向雪域高原 送向南亚邻邦和非洲大陆 海航是大地的使者 开凿百口至善景 为三十万穷州百姓 带来甘全和希望 海航是爱的摇篮 开展荣耀海航 全球行动 让每一位海航人生活有品质 健康有保证 事业有发展 历史有尊业 让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 不同信仰的海航人 在运动赛事中 体验文化交流 在企业管理中 领入多弱智慧 在工艺事业中 体会大爱无疆 熬翱翔万尺 航行辽阔海域 塔雕高空施工 导游山河名胜 无论你身在何处 无论你所从事何业 你做每一天海航人 我们就牵挂你24小时 你为海航每付出一分 我们就离梦想更进一步 海航的事业是大众认同 大众参与 海航的辉煌是大众分享 大众成绩 海航所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党和国家的 坚强领导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 关注支持 也离不开海航全球 43万员工 克尽职守 忠诚奉献 在这里 我仅代表海航集团董事局 向所有关心 支持海航事业的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想奋斗在 各个岗位的海航人 及员工家属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好风 凭借力 扬帆正当时 海航正处于创业发展 跨越是腾飞的关键时期 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我们的梦想 2018年 是落实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 也是海航成立25周年 新年的曙光 即将洒向每一顺山河大地 让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 收拾好行囊 重新出发 让我们在文明的巅峰会时 让我们在辉煌的彼岸重逢 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这是许名的